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黑夜之光》第九章 惠客室内 何军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的律师被你们拦在接待室了 你们不去和他聊聊吗 看着何军吐出来的烟雾 刘三孝有些恼火地说道 何总 我们这里禁止吸烟 麻烦你把烟掐灭 刘三孝这句话刚说完 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是陈伯 陈伯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惠客室 在萧江南和刘三孝耳边 说了些悄悄话 刘三孝大惊失色地跑了出去 萧江南对陈伯说道 你在这陪着他 我跟你们留队去看看情况 来到接待室的时候 他们看见 何军带来的那个 梳着大杯头的油腻男律师 正在给窗口的女警 展示一本复制好的卷宗 而且呢 还是外文的 看到刘三孝和萧江南走了过来 他笑着对刘三孝说道 刘队你好 我是何总的律师 我姓毛 刘三孝神情严肃地问道 毛律师 听说你有重要的证据移交给我们 是什么东西 毛律师解开了自己衬衣的第一颗扣子 然后呢 把卷宗递给了刘三孝 然后又从自己的公文包里 取出了另一本卷宗 他解释道 你可能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这是一个岛屿国家的警方制作的侦查卷宗 里面有一个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非常的重要 可能影响到你们对一些事实问题的认定 我给你们的第二本卷宗呢 是我翻译好的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 如果不相信我的翻译能力的话 你们还可以找其他人帮忙翻译原文 肖江南接过那本卷宗 说道 不用了 我能看懂外文 这是一个叫做刘彪的嫌疑犯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是运输 贩卖毒品罪 肖江南把卷宗翻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信息页 照片分明显示 那个人就是阿彪 毛律师笑着说道 哈哈 想必你们也认出他是谁了 他就是唐治集团唐老板的保镖和助理 人称阿彪 刘彪是他的原名 这个人在这个小国家从事毒品犯罪 前段时间向当地警方自首了 当地警方逮捕了他 他就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据他交代 他参与了唐家为首的犯罪集团 帮助唐家贩运毒品 接受赃款 他把在当地赚到的毒赃 转移回了国内 藏在了江氏家族的公墓里 唐家和他约定好 会在国内找人去收回 据他所称 是一批价值不菲的黄鸡 现在唐家倒台了 他失去了靠山 这个岛国呢 又没死刑 他就在当地自首了 正好 他也在那个地方 实施过犯罪行为 当地就直接管辖了他的案件 总之 我想说的是 你们其实搞错了 何总跟唐氏家族犯罪的事没有关系 只是恰好这个犯罪集团 把他们的毒赃 藏到了何总小舅子的墓里 现在真正实行犯 已经认罪了 我想 何总应该不用再接受调查了吧 刘三孝看着毛律师一副得意的嘴链 气氛的冷哼了一声 萧江南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一定要沉得住气 如今 对方拿出证据对抗警方找到的证据 在重要证据存疑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继续补充其他证据 排除合理怀疑 这个时候 并不适合跟对方的律师一般见识 而且呢 何军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这也在萧江南的预料范围内 否则 何军不可能还继续大摇大摆的在兴港待着 萧江南知道 他一定是做好了后续准备的 果不其然 在他们刚刚找到重要证据的时候 对方就打出了阿彪这张牌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 阿彪直接出卖了自己 保全了何军 这件事情过后 又过了很多天 案件一直没有新的进展 所有证据 都指向了那个已经自杀的死人唐家 眼看着强制措施的期限就快要到了 刘三叫齐的 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萧江南此时却不在兴港 他和张思思一起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他觉得 越是在这种时候 就越要冷静 要沉下心了 分析整个案件中所有的线索 于是 他选择了那个尚未解开的秘密 毒蛇教授在死前跟萧江南说过 让他去一下老家那所小学 帮他做完一个没有完成的实验 萧江南觉得毒蛇教授在死前说的话 绝对不可能是没有用的废话 于是 他便在绝境之下 行动了起来 边城镇 位于西北地区山谷地带的一座小镇 这里因为交通闭塞 所以发展总是要比外界慢上半拍 萧江南的老家 就在这座小镇上 边城镇的经济不好 基本没有现代化建筑 因为常年的发展不平衡 这里的年轻人 基本上都已经去了外地了 几十年前的老街 现在还是一个模样 几十年前卖烧饼的摊子 现在还开着门 这其实才是华夏国 大部分地区的真实作用 边城镇有无数个 而兴港市只有一个 萧江南记的母亲曾跟她说过 她在联邦国座科研期间 和朋友们一起为华夏的小学 捐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 萧江南的母亲朱莉莉小时候 就对科学技术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实验 但是边城镇小学落后的教学设施 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 所以呢 当年她在联邦赚了些钱之后 就为母校捐赠了一个小实验室 希望能够更好地 启发当地的孩子们 启发他们对科技的热情 飞机在一百多公里外的 省会机场落地后 萧江南和张思思 又乘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 终于回到了边城镇 萧江南很小就离开了这里 但是 还是记得她曾经就读过的幼儿园 寻找记忆的痕迹 边走边问 她和张思思 很快就找到了边城镇小学 这里不同于兴港 即使是在六月末 依然很凉爽 今天啊 萧江南穿了一身 很正式的衬衣西裤皮鞋 而张思思则是穿了一身 蓝色碎花连衣裙 搭配了一双细大的凉鞋 看起来很有林家小妹的感觉 他们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 不一会儿 就到了位于小镇东北角的小学 当天正值周末 小学放假了 门口也没有保安 当下正值收割小麦的世界 学校后面的田野里 有很多忙碌的老农 萧江南猜测 保安大爷呀 可能也是去忙着收麦子了 学校的老师们 也都回去休假了 萧江南也不想打电话 去打扰他们 于是 他擅作主张地 轻轻抬起了大门口的门栓 推开了生锈的铁门 他和张思思走进了破旧的校园 校园里只有两栋四层高的房子 中间是学校的活动场地 有一根笔直的旗杆 上面呢 还挂着华夏国的国旗 这里就是萧江南的母亲 朱莉莉年幼时读过的小学 萧江南也在这里读过书 萧江南和张思思 按照教学楼下面挂着的指示牌 找到了位于北楼顶层的 一间小小的实验室 实验室的门没有锁 他们轻松地进入了实验室 在这样偏远的乡镇小学 一般呢 是不会有这样的教学设施的 其实小学生们已经开设了科学课 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书本 了解科学世界的奥秘 这里长大的孩子 和兴港那种大城市长的孩子 童年时代千差万别 进入了实验室内部 萧江南看见墙上挂着一张 二十寸大小的合影 合影中几个戴着眼镜的人 手持一张大横幅 横幅上写着 编城镇小学捐鉴仪式 主位上站着的人 萧江南估计那是校长 在他两侧 一边站着年轻帅气 金发碧眼的卡特教授 另一侧呢 则是萧江南的父母 从照片上的时间来看 这应该是卡特实验室 步入正轨后照的 那个时候呀 他们应该是刚刚拿到 合军的注资 实验室正在进入正规化运营 朱莉莉很有可能 是用出售专利权赚取的收入 捐建了这个乡镇小学的 教学实验室 实验室里的桌子 仪器都擦拭得很干净 萧江南能够看出 这所小学的老师们 平时应该很珍视 这个教学设施 孩子们呢 也经常来这里 学习科学知识 想到父母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曾经为改造这个世界 做出的努力 他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张思思在实验室里 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轻声问道 萧镇探 真的是这里吗 我看这里的实验仪器 都摆放得很整齐 没有未做完的实验 教授 他是不是在迷离状态下 产生了幻觉 萧江南摇摇头 说道 卡特教授 是个一正一邪的人 他是绝顶的天才 精明一辈子 不能在迷路之际胡言乱语 他让我来帮他完成 那个未完成的实验 意思 不一定就是让我来做实验 可能只是一种暗语 暗示我一定要来这里一趟 结合他们当年捐见 这个教学实验室的时间 这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萧江南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什么 其他跟父母有关的东西 除了那张老旧的合影照片 萧江南遵循第六感 走到了照片的旁边 双手小心翼翼地 把照片从墙上取了下来 相框背后没有暗格 他把照片放在了墙台的桌子上 用手轻轻擦掉了 上面的厚厚的灰尘 然后轻抚了一下母亲的面孔 看着温柔的神情 张思思也不禁想起了 过往父亲母亲对自己种种的好 他拿出纸巾 偷偷擦了擦眼角 萧江南把相框翻转了过来 从后面打开了相框盖子 盖子打开之后 萧江南发现 里面除了相片之外 在相片的后面 还夹着一份文件 文件的封皮呢 是一串外文 纸张已经发黄变旧了 他抖掉了上面的灰尘 翻开了文件 脆弱的纸张才翻了两下 就有一些碎裂 这份文件是两本文字写成的 盯在了一起 翻到后面的时候 萧江南看见了华夏文字的内容 名称是 专利权转让许可合同 翻看合同非议 里面便是萧江南熟悉的合约条款 看到条款内容时 萧江南无比震惊 因为这份专利权转让的技术 正是利用一种天然植物的提取物 制作药物的技术 而制成品的名称 恰恰便是天使之意 合同约定的内容 和卡特教授死前 告诉萧江南的基本一致 甲方让出自己享有的 某项技术的70%的专利权 以及独家使用权 乙方获得50%的权力份额 及独家使用权 丙方获得20%的权力份额 全部出让费用 让乙方支付 丙方呢 在获得20%的专利权后 负责在乙方的授权下 将该专利技术 投入工业生产 并且合同上还在明了 如果要处分专利 必须经过拥有50%以上的份额 的权力人同意 将专利技术投入生产 也必须经过独家使用权 所有者乙方的同意 同时呢 合同还约定了丙方 通过使用该专利获得的收益 要兑换成贵重金属 交付乙方 乙方和丙方之间 确定的交易联络人 为流标 最令萧静南惊讶的是 这份合同的附件 竟然记载的是 天使之役的加工流程 以及天使之役的独副作用 翻到了合同的签署页 萧静南看见了 缔约人的签字 甲方 也就是出让人的名字 是用联邦国文字书写的朱莉莉 而乙方受让人一 和丙方受让人二 竟然没有签署名字 反而是签上了两串数字 乙方受让人一的位置 签署的是 43586 丙方受让人二的位置 签署的是 8264542 张思思疑惑地问道 萧静探 为什么合同的签名位置 两名受让人签的 不是名字 而是数字 萧静南紧皱眉头 认真地思索了一番 然后他拿起了 讲台上的粉笔 在背后的黑板上 把两串数字都写了出来 随后呢 又在两串数字的下面 写了一串长数字 14358628264542 他对张思思说道 思思 上面的是 合同上受让人签署的数字 下面是我母亲生前 留给我的一段奇怪的信息 你有没有觉得 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张思思观察了一下 说道 嗯 好像 上面这两串短数字 是下面 这串长数字的组成部分 但是下面的长数字 多了一和二 两个字符 萧静南点点头 说道 嗯 你观察得很仔细 是这样的 但是 一和二 又代表了什么呢 还有 这些数字 又代表了什么含义 萧静南脸上浮现出了 淡然的微笑 他说道 在看到这份合同之前 我也不明白一和二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是提示字符 只带的是合同中受让人一 和受让人二 我母亲是一个数学爱好者 从我小的时候 她就非常喜欢跟我玩数字游戏 所以一和二 不过是他害怕我猜不出来 这串长数字的意思 所给我提供的提示 他在生前便将长数字留给我 其实是在告诉我 幕后两名真凶的身份 正如我们在合同签署页上 所看到的两串数字 他们代表的是两个人的名字 可是 应该怎么解读这两串数字呢 萧静南说道 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分析那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信息 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些想法 如今知道了一和二指示提示信息后 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萧静南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九宫格 并且在里面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按照顺序填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三排数字 然后她微笑着问道 思思 你看这个九宫格 像是什么 张思思想了想 说道 那如果加上 ABCD那些 就是手机的九宫格键盘 萧静南点点头 说道 没错 就是手机的九宫格键盘 情报人员传递情报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多种转换规则 破解不了转换规则 就破解不了 他们想要传递的情报 如果要将文字信息 转换成符号信息 必须需要一种转换规则 同样的 我们必须理解这种转换规则 就可以把符号信息 转回文字信息 而且在合同签署页上的两串数字 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它只带的是两个人的名字 这两个人 为了对合同关系外的其他人 隐藏自己的真实性命 所以使用了某种转换规则 把自己的名字通过数字表达了出来 然后签在了寿让人类一栏 代替了自己的文字版签名 而他们所使用的转换规则 就藏在九宫格键盘里 说到这儿的时候 肖江南把ABCD等26个字母 按照九宫格键盘的顺序 填进了黑板的格子里 他说道 想想想我们的拼音输入法 在九宫格键盘上敲下 四三五八六五个键 拼出来的是什么 张思思脱口而出道 是何君 四三五八六这几个数字键上的字母 敲击之后 以拼音拼写出的 正好是何君这两个字 肖江南点点头 说道 没错 四三五六八 就是使用九宫格键盘 和拼音输入法拼写 合君这两个字的时候 需要敲击的数字按键的顺序 而同理 使用九宫格键盘 和拼音输入法敲击 8264542 这七个数字键 拼出来的是唐家 这样一来 我母亲留给我的数字讯息 以及这份专利权 转让合同的秘密 就全部都解开了 当年 签署这份合同的 受让人之一是何君 受让人二是唐家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两串数字 是他们亲笔签署的 张思思激动地说道 那么这份合同 就是能够证明 何君罪行的关键证据了 这一份合同 直接证明了何君 是天使之一的专利权人 他持有最多的权力份额 并且还有独家使用权 未经他的同意 唐家无法随意使用 这项专利技术 唐家开设工厂生产 运输销售天使之一的事情 他不可能不知情 甚至 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肖江南坚定地说道 没错 他之前一直狡辩 自己和天使之一的生产技术 没有什么关系 对天使之一的相关信息 也不知情 但是这份合同上 明明白白地写着 权力分配方案 合同的附件上 还有详细的制造方法 何君也在受让人位置上 留下了亲笔签名 在我母亲死后 这项技术 便属于商业秘密 在市场上从未公布过 同时 合同的条款 也印证了阿彪 是何君与唐家之间的联络人 他们分配收益的方式 是交付贵重金属 这所有的内容 都和我们找到的 其他犯罪事实对应上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下集更精彩 值得一听哦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神探萧江南 黑暗之光 第十章 全剧 大结局 一场暴雨过后 边城镇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不久之后 小学生们又开始上课了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 挂在教学实验室的那幅照片 已经被人擦去了上面的灰尘 十多天后 新港警方又找了一些制度工厂 技术负责人李勋 和何君私下交往的证据 在李勋的情妇家中 发现了何君赠送给他价值百万的大金表 和一大箱子到期的债券 在堆积城山的证据面前 金兰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何君 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并不是一个像唐家一样有骨气的男人 在即将到来的重刑治下 他崩溃了 甚至在法庭上下跪向法官求情 他还让毛律师去为他想办法脱罪 很可惜的是 毛律师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被抓获了 后续 他向警方交代了自己包庇何君相关犯罪事实的 一系列遭操作 不久之后 在法院的死刑执行命令宣布后 何君这个一度潜藏在新港市幕后的邪恶元凶 被一颗代表正义的子弹了结了余生 他死的时候没有对天忏悔自己的罪行 反而是吓得屁滚尿流的向身边的人求情 但是呀 此时不会有任何人同情他了 这个毫无人性的生物 吃死都不会觉得自己错了 因为在他心中 人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 只是他力补的丛林 他根本就不会理解 为什么人类会有理想主义情怀 也不会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不遗余力的 去重新爱与正义 更不理解人类这个种群 是依靠什么走到了今天 时间飞逝而过 不知不觉的 一年又过去了 这一天 一个黑状男人 一手牵着一个成熟端庄的少妇 一手拉着一个婴儿车 一瘸一拐地走在政法大学的校园内 婴儿车里的孩子和男人长得完全不一样 他非常的白嫩 和自己的母亲就像是一个墓子里制造出来的 他们一家人 走进了政法大学最古老的汇报大厅 此时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公开课 主讲这堂公开课的老师 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中青年学者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帅气西装 背挺的笔直 坐在讲台上 将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唯唯道来 自由是人的属性 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没有自由 人就不是主体 如果人没有自由 就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 消极地适应自然 受自然的奴役 自由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 人都要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 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自我意识 人在生存和发展中 离不开人自我的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和发挥 人的自由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正是人自我意识的现实化 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自由 更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人对自由的追求 以及社会自由程度的提高 既是人类发展的特征 也是人类向新的自由度迈进 获得新的发展的保证 想要保障好人的自由 就必须建立起秩序 建立起法治社会 在法治社会下 强者必须收敛自己的锋芒 弱者也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 就惨遭横祸 法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部分自由 但是 它限制人们自由的目的 是为了保障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自由 这在逻辑上是不矛盾的 一堂课结束后 萧将能喝了一口女学生端来的热水 在那位女学生崇拜的目光中 萧将能淡淡地笑了笑 女生问道 萧老师 我听说你以前做过检察官 还当过侦探 你过去的人生那么精彩 为什么你要选择来大学当老师啊 天天讲课 多么无聊啊 萧将能解释道 正是因为过去丰富的经历 让我明白了 教育 才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好途径 我在办案过程中 发现许多地区 还极缺高素质的办案人员 我们还很缺优秀的检察官 法官 警察 公正员 财重员 我过去 总是一个人闷头去追逐正义 最终 我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你无论再强大 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纷争 因此 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 把我的专业技能 把我的思想认知 传递给更多的人 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时候 萧将能看见了教室最后一排坐着的 一男一女 以及一个婴儿车 他对女生说道 我朋友来了 改天再交流吧 祝你好运 说完 他便抱着教材 往教室的后门走去 刘三孝抓着婴儿车 对迎面走来的肖静男说道 老肖 我说你小子真是厌浮不浅 身边全是十来岁的小女生 怪不得你跟思思和凌霜 都没有任何进展 我看你 是还有别的想法 肖静男冷着脸说道 老刘 你别开玩笑了 我是严格遵守学校纪律的 这些都是我的学生 除了课堂 没有其他任何接触 我就是开个玩笑嘛 知道你这家伙情商没下线 不过不是我说啊 你这年纪 真的应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 凌霜 你看人家等你多久了 虽然人有点不着调 但是他对你可是肉眼可见的真心实意 实在不行的话 你找思思也挺好 他因为立了功 已经被提拔了 将来前途无量 还是一个免费的女保镖呢 总之啊 我觉得你无论和谁在一起 都比你现在坚持打光棍要强 而且好女孩可是不会等你的 他们过上一两年 保准会被其他的优秀男人追走 到时候你就后悔吧你 肖静男一向有恋爱恐慌 他连忙打断了刘三孝的催婚 换了个话题书道 一飞 最近还好吗 孩子这么小 带出来没事吧 林一飞微笑着说道 他已经一岁了 而且在教室里听你讲课 他不哭也不闹 将来啊 保准又是个法律人 肖静男笑着说道 我希望他能当一个政治的律师 不要和老刘一样 一直是个猛汉 谁是猛汉了呀 我这是铁血柔情 谁像你小子一样 我看呀 你是身体有问题 肖静男说道 行了行了 你别又把话题绕回去了 一飞和孩子还在旁边呢 对了 你们准备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林一飞说道 肖静男 名字你来取吧 刘三孝也很真挚地 对着肖静男点了点头 肖静男想了想 说道 她是个小女孩 那就叫刘安安吧 不求大富大贵 以后能够平平安安就行 肖静男的话 直接戳中了林一飞的内心 她联想的丈夫之凶险的半生 点点头说道 好啊 就叫刘安安 我最想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人 平平安安的 刘三孝也高兴地说道 那就叫刘安安 希望新港人民都能平平安安的 我也就能放心地回家陪老婆孩子了 刘三孝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再次让林一飞的担忧涌上了心头 但是这些年 她不就是这么一直走过来的吗 和刘三孝夫妇吃了顿晚饭 肖静男便下班回了家 回家之后 她站在窗子旁 一边喝着可乐 一边聆听着不远处的海浪声 初夏的夜幕间 繁星点点 屋里的智能音箱 正在播放着视频网站的皮皮猫专栏 那个神秘的栏目 还在讲述着各种探案故事 近期又增加了音频节目 一位虚拟主播 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多年前 在公海上发生的那场空难幕后的隐情 提醒人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 肖静男被皮皮猫栏目 塑造成了一个网络偶像 她担任大学讲师的消息 更是传遍了各地 许多心向正义的年轻学生 都踊跃地报考政法大学 希望能够成为肖静男 刘三孝他们这样的人 能够用毕生的精力 去守护兴港这座城市 肖静男其实早就知道皮皮猫是谁了 她的故事里有太多的细节 都证明她是一个和自己 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但是呢 她从来不去过多地询问对方 有些秘密 不用揭开可能更加美好 她明白 这个栏目 一直是在用正面的声音支持她 鼓励她 帮助她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 为她树立起真实的形象 在最困难的时期 不断地强化着她的信心 肖静男把对方对自己的情谊 牢牢记在了内心 恍惚间 肖静男听到了自己手机的震动 她走到了屋里接了电话 里面传来了凌双熟悉的声音 喂喂 死江南 你你在不在家啊 我在家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帮我个忙嘛 今天不是什么情人节嘛 有一个讨厌的追求者 给我买了一束花 送外卖的小哥 就把他放到事务所门口了 我这会儿在东都出差呢 你去帮我签收一下 签收之后给你放哪儿 那你拿回家也可以啊 直接在垃圾桶里也行 或者 你在我家门口的垫子下面 找一找钥匙 放在我家客厅的花瓶里也行 凌双一下子给了肖江南 三个不确定的选择 肖江南无语的说道 到底怎么处理 你给个准话啊 你 讨厌死了 我正硬着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啊 凌双就挂了电话了 肖江南能听出来 她应该就是在外面 和客户吃饭呢 她穿好拖鞋 走到了楼下 果然有一个外卖小哥 在这里等她 她帮凌双签收后 把那束花 抱到了凌双租的 小房子的门口 然后弯下腰 在地毯下面找到了钥匙 拿钥匙打开了房门 肖江南走了进去 她摸索了一下 打开了客厅里的灯 然后把那束粉玫瑰 插进了花瓶里 临走之前 她给花瓶加了点水 又整理了一下 这束玫瑰花 这个时候 她注意到了花束中间 放着的一张卡片 上面写了一行字 赠予肖江南先生 肖江南哭笑不得的 把那张卡片又塞了回去 假装没有看见她 然后呀 离开了领双的屋子 在上楼时 她自言自语的说道 粉色的玫瑰花 品位真是够差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 神探肖江南到此 就全部播讲结束了 很感谢大家 在这两年时间里的 陪伴和支持 这个节目呢 我们也做了两年了 然后到今天正式结束 说实在的 自己内心也是有点不舍的 但是呢 这个剧完成之后 并不代表 大家就没得听了 我依然会制作一些新的 同类型题材的一些剧 或者是尝试别的题材的一些剧 然后希望继续能够陪伴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接下来我 再感谢一下剧组的一些 其他成员 本节目由闲言一夜工作室出品 主播 一夜小江南 作者 唐千亿 制作人 吴灵霜 女播 花雨幽 主题曲演唱 及全部背景音乐 杜兰 沈厅 锦目雨 本集后期 米苏 特别鸣谢 段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灵霜 只要你是我的眼 啊 黑色的 虚假课 闪烁着 嘴语的 才构作 意味的 解作 只是我都坦白 黑色的 虚假课 闪烁着 醉与恶 太鼓作 自以为的 解座